各位粉丝大家好 欢迎收看投资最给力 我是阿格力 今天阿格力一样要带你从世界总经到台湾的财经 带你一然无遗 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问题呢 比较专一 那就是我们今天会放很多的重点 在电动车以及相关半导体的投资上 所以你如果对于电动车以及半导体的投资 看到最近特斯拉那么强 台积电那么强 到底该怎么投资还能上车吗 就是在今天给你完整的解答 好那一开始要跟大家讲为什么 我们今年一开始这一周 跟大家特别做一个电动车专论 其实跟电动车的知名的车厂特斯拉的销量有关 特斯拉礼拜天也就是前几天的时候 公布第四季他们的交车数量 交车数量年增70% 是破记录录的30.86万 这个成绩好不好呢 答案是非常好 因为原本华小街的分析师预期大概26万台左右而已 所以26万跟30万这个差距其实还蛮大的 而且重点是阿格力在上个礼拜的这个电池主题 也有跟大家讲嘛 特斯拉其实光在第三季而已 生产的数量其实就低于交车的数量 也就是说怎么样 我生产多少卖多少以外我连库存的车 全部都拿出来卖卖光光啊 这个交车数量跟他第四季的生产数量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状况 为什么这个股价在这个周日之后飙涨13% 就是因为这个成绩实在太过于的亮眼了 如果你去年一整年的成绩来看 交了93万辆 一样高于分析师们 预期的89万辆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差额最主要 超乎预期的就是在第四季 所以电动车确实有比大家这个预期还要快 这样增长的状况 所以特斯拉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涨了13% 马斯克又要赚钱了 身价暴增305亿美元 所以特斯拉其实在前一波 马斯克卖股的情况下 还是一度跌到900块 可是现在因为交车实在是成绩非常好 又涨回将近1200块 所以显然这个电动车的气势还没有被熄灭 好那我们看完这个美国之后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中国 上礼拜阿格里有跟大家讲 就是这个小鹏 未来理想其实在去年的交车数量 都比2020年多出很多 那这边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数据 会更清楚 在去年的前11月 中国的新能源车 他们叫新能源车 大概就电动车的意思 累积销售299万辆 这个年增率 真是人 166% 而且还不止 今年他们预估会到510万辆 也就是年增50% 所以在这样电动车的 这个销量爆充之下 大家都知道 电池以及晶片相关的 投资方向其实满值得 今年的大家去多加留意的 那我们来讲到晶片的议题 这个世界的大厂 英飞宁 英飞宁就有说 现在很多的国际的车厂为了怕未来 这个晶片又有什么三长两短 客户要买车 结果没有办法交车 影响到生意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于晶片的备货 应该都不会取消订单 因为除了车用以外 不管是伺服器 笔记型电脑等等 因为元宇宙相关的议题 所以相关的晶片的产能 其实都是产能满载的 尤其这个电动车 每一辆晶片的含量 会相较传统的汽车增加一倍 那如果是有自动驾驶的功能 那通常现在有电动车 Level 2都是标配 晶片含量还会再增加一倍 所以汽车业为了避免 去年这个汽车库存 跌到谷底 根本无车可交的情况下 对于晶片的库存就是一个 快速建立 以及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方向 所以总结来说 电动车电子以及晶片 就是今天跟大家会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今天我们来宾来宾 两位是大家也非常喜欢的 第一位是我们的产业分析师 我们的冯全富冯老师 第二位是我们股市贵公子海豚 那一开始呢 我们要进入节目的主轴 要跟大家聊的 就是有一个产业它是电动车相关的 可是潜能可能会超越电动车 那就是电池 上礼拜那个六跟大家讲 其实不只是电动车 你未来的除能相关的 其实电池需求只会有真无减 所以这也反映在一些碳酸锂 或者是像是枯 还有这个相关的电池的价格上 那我们来看到底涨多少 以铃矿来说好了 去年一月到这个年底涨了五倍这么多 五倍非常非常夸张 那如果我们看菇呢 这是比较是阴急的一个材料 从去年的年初到年末 也涨了大概一倍 那其中涨了比较少这个镍 也有涨了15% 所以从这样子的角度来看 今年抢电池相关的原料 势必是一个投资方向 我们帮大家统计了一个资讯 根据S&P Global 也就是大家所知的标普 标普全球估计 2022年今年碳酸锂的供应量 会从49万到63万吨 可是关键是 如果是市场的需求呢 是成长到64万吨 也就是说 这个供给其实 来不及这个需求的一个需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难想象 为什么去年这个铃矿涨了那么多 好 总和一下这些资讯 我们就来请教我们的冯老师 因为冯老师之前就有跟我们分享过 电池相关的ETF 那今天我们再深入来看 相关的产业该怎么样去研究 我觉得我们从源头开始看 其实这个电动车 我一直提醒投资人就是 它不是两个季度三个季度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趋势 其实我们讲 我们一般买股票的话 通常做一个波段 大概一个年度已经算很长 但是它电动车的趋势 它不是一年两年 它可能是10年甚至于20年 都有可能哦 对 所以我们要从源头看 那为什么会这个趋势会这么长 这有点像当初的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电晶体革命一是一样 那我们从最源头我们来看 其实为了就是说整个人类在地球上 这个生存有关系 我们讲说为了不要让地球温度超 上涨 增温超过两度 那可能要付出全地球所有的 这个所有的国家来努力 看有没有办法不要达到这样 因为国际组织他们是希望说 未来的30年地球如果能够不要增加超过一度 那是最好 那我们看 各位看画面上 这个我们要先了解 就是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概况 那右边我们先不管它的占比 这是我们看它温室气体 其实温室气体赚比重最高的就是二氧化碳 那也有其他什么甲烷那一类 那你看 这个丙图分配图你看哪一个比重最高 这个蓝色的交通 对交通运输嘛 所以为什么说 电动车 我讲这个你要达到什么什么20502060什么 这可能困难这个每天你如果全力生产电动车 这个也只能少一点点可能少0.5 少1% 少1% 慢慢这样渐进那你看这有这么多 他已经高高过这个所谓的 应该讲这大部分都是工业用电 工业在这边 所以说 你可以看说交通运输是 最大一个比重所以电动车的趋势他还久了 刚刚开始而已啊 那我们看这是 刚刚那是美国那欧洲 欧洲最大的是什么 你看这个占比最大 也是一样交通运输 好像欧美国家那么多 但是你如果用总量的角度去看 他是全世界最大 为什么 他的这个汽车 汽车的这个保有量跟汽车这个市场 规模就是全世界最大 所以我们讲说 为了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从最源头来看就是 电动车 当然 可能每个季度卖也许 有高有低不一定 其实应该讲这一路往上成长 但是他这个年度 他这可能不是各位想象说 像我们在 过去在估什么 伺服器 估MV 估手机 像手机有时候还会衰退 这不是 这是一个很长线的 所以从这个占比你就知道说 非常长线的这个 这个趋势力量 那我们知道这个罪文 源头之后我们就来看 那既然是这样 电动车我们今年在什么地方 今年现在才一月份 去年卖 刚 阿格力不是有跟各位报告吗 那个 去年成长幅度非常大 尤其是那个特斯拉 你看今年 一样继续成长 可是你如果 你如果这边后面遮起来不看 你会觉得 这个 这个高峰了 好像遮加很多 但是你如果 一眼望去 就是为了要探中 才在三角 位置 对 这个 这个是今年 今年才刚开始 那你看 我们不要看那么远 我们看短期计划 如果说到2025 那这个 你这样拉过来 其实他 他这样对 你这样对过来的话 也接近要翻倍 因为今年其实不到1000万台 2025要接近 对 所以你这样看的话 其实也翻倍 那后面更不用讲 因为 你要赶那个进度 像中国 中国是汽车市场 最大汽车市场 他在2030 他就要希望 他要探达峰 所以你看这个2030 是这个数字 所以你从 你即便是从2025看到2030 这个5年的时间 他还是翻倍 所以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话就 已经从这个领域 所以未来 我们 很多年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要找所谓的 你要投资的这个有潜力的 增值的地方 一定是在这个地方 他绝对会跑赢通膨的啦 不管你通膨率有多高 因为我们看嘛 你看他的 这个复合成长率 我们看比较近 到2025 他的复合成长率是40% 所以 各位不用担心 我们先确认这一点 那我们把范围再慢慢缩小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 刚 这个阿格力 跟我们讲说 谈到所谓的这个 电池 其实不只在电动车上 对 碳酸锂 为什么会长成这样缺货 我想 现在全世界所有 都生产电池 其实不只生产电池 包括特斯拉 特斯拉都 特斯拉其实他有转投资很多公司 他很多转投资他是拼命在找那个什么 找涅矿 找孤矿 找锂矿 要掌握最上游 对 没车可卖 对不然他被绑 绑架了 搞不好那个电池以后就 越卖越贵他就没有 所谓的这个 定价权 对 那我们看 锂电池其实 后面还有一块 其实不只是电动车 我们看 因为我们知道说你为了要 要这个 所谓的 碳中和 碳排放要降低 那就很多绿能啊 像台湾其实 台湾 去年刚刚过完嘛 但进度是落后 所以 各位如果Google前阵子有个新闻 那个我们的总统就有讲说 那个太阳人的建制 他确定没有办法达 已经确定了 但是 但是我要各位 报告一件事情 他所有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25% 但是重点不是说他装置的容量没办法达到原定的目标 而是 这个需求 比他想的那时候成长还快 这是分子分母的关系 就即便我达到我当初的装置量 我还是达不到那个 这个绿能的比重 懂啊 老师是不是就是大家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多 对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高 以前的车不需要那么多电 现在连车也要来抢电 对没有错 那我们看 那你大量建置这个绿能 有太阳能跟风电 那你看 从现在2020到2030 这是全球 全球的一个数字 你看他 他会这样 成长这么多 1.2倍 好那你看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讲到电动车嘛 但是 因为你的绿能 他是不稳定的 他不是基载电力 他必须要有 输配电还有除能装置的配合 才有办法供电 像我们那个台积电去买那个风力发电不是 不是直接那个 那个闪开就让人用了不是这样子 因为那个不是基载电力他是不稳定 他必须透过什么 除能设备 那各位看 看这个你不会觉得很可怕 但是看这个你就觉得很可怕 八倍 很夸张 这个数字 你看到这个数字就觉得很可怕 所以 他未来我们讲说除能装置他会跟电动车去抢这个锂电池 所以你可以看 各大不管是美国的欧洲的 还有日本 还有像大陆大陆像 林德时代 林德时代 他 他未来两三年的重心 因为他有转投资 他有转投资公司专门现在就 就要准备要供这一块 除能 对因为他发觉这一块 他用量会跟电动车抢电池 所以他也必须把这个规划在里面 所以看到这个 这个数字 大家眼睛就可以亮亮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去看 铃电池 他的应用占比 去年是什么状况 2020 不是 去年是2021 你看 主要是用在动力电池 这是电动车 电动车 主要就是用 这个动力电池 对 消费电池是这一块 手机 对 消费性 那除能呢 除能现在才这样 那我 让各位投资人看这个图就说 现在才这个样子 然后呢 他是 未来是8倍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说 电池在去年这样 标到 那个本益比 其实因为我们看国内股票 你会觉得本益比 哇怎么很夸张不可接受 美琪嘛 对 但是你如果去看国外的厂商 不管你要挑美国的 还是欧洲 还是中国大陆 那个本益比比台湾更夸张 不要犯天 对啊 像林德时代 为什么市场愿意给他 差不多百倍的本益比 看过 看到这个市场未来的 富城河 没有错 他就是一个 他就一个 这个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 复合成长 会相向下的 那另外 如果讲到 除能的部分 那过去来除能都是 千酸电池 这个大家就比较懂的 大家知道 所以你看锂电池 为什么会 这个会弄到最后会缺货 就是这样 这个是两 这个蓝色的部分是 原本以前都是千酸电池 像我们那什么不断电系统 或是以前我们现在传统汽车 传统汽车现在还是用这种 还是千酸 电瓶 对就电瓶 就千酸电池 那你看这个产值变化 去年 还是这样子 那今年你看这个渐渐差距缩短 差距缩短 那到明年 说更短 到2024 锂电池超过千酸 后年就黄金交叉了 对 所以很快 速度很快 所以为什么讲说 锂电池 不是只有 去年缺 今年继续缺 我告诉各位明年还是缺 2023 2023 还是缺 2024 缺更多 所以 为什么市场会给他 高本益比 但这个就是机会所在 就 你不一定短线 你不一定跳下去 去追高 但是假设整个大盘有比较 这个我们明显的一个所谓的 回整的时候 那反而是机会 所以我们从 从刚讲到 电动车的这个概况 整个市场的规模 还有复合成长的概况 还有这个 电池 那我们这样一对比 你看 因为现在很多储能还是这样 不过在台积电 不管是中科 南科 储科大部分他现在开始的新的厂 新用的不断电系统已经开始用锂电了 锂电池的优点是怎么样 他的密度高 密度高 可以存 相同的体积可以存比较多电 对对对 而且现在锂电池的寿命 渐渐可以做到比这个 钳电池 我看现在很多电动车厂去电池都保固到8年 他敢保固8年代表寿命超过8年 对没有错 那过去 本来是以前是说这个便宜 然后寿命又长 但是因为现在锂电池的技术进步太快 所以说这个是一定会超过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主要电池 刚前面我们是 一步一步从最源头因为要碳中和一步一步帮各位这个逻辑 慢慢推倒推倒推倒 那你就整个 你就 梳理很清楚 那 主要电池厂那因为我们讲说电池竟然会缺 他当然会有扩厂计划 所以各位看 这是国际主要厂他的 这个扩厂计划你看 比如说林德时代 去年的这个 这个这个 他的产能是这样子 那今年会变这样 很恐怖喔 已经翻倍 所以为什么市长会给他高本益比就是这样 那你看到2025 所以他还是龙头老大 那第二名韩国是很想追 但是韩国他还是追不上 其实他也是追的很快 但是追到这边 他还是只有一半 所以你看 这几家未来他就是会掌握 我们讲说 套句阿格利常讲 得天 得电子 得天下 得天下 他已经得天下了你看就 就只有这 应该讲这个就是 中国 韩国 日本 等于说 在所谓的东北亚 全部就囊括 你看 反正把那个欧美国家 抛的远远 所以我们等一下后面介绍标的 你会知道说 那些ETF为什么他还是 虽然是全球性的 但是很多标的还是投资在亚洲 那从这个状况 可以看得出来 市占率千几美 基本上就是亚洲国家了 对 而且 不是只有现在 本来我们以为只有现在 可是你后来欧美常常 你怎么追 你还是追不赢 追不赢这种扩厂速度 但是 各位会 看到这边会有个疑问 又会有个 有个疑问 就比较 小心谨慎 那你这样 扩厂的速度这么快 会不会功过于求 会功过于求 我告诉各位 其实你看 新能源车的销售量 一样 你看这个销售量 从这样跳 其实他 不太会功过于求 老师 其实就很简单 我们就来看 这个成长倍数 跟下面成长的幅度 对 不太会 而且是说 你如果现在不建厂 你那时候 时候到了 就刚刚讲 你有车你没有电池 你也卖不出去 就像缺料 就像现在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图表的话 大概在未来 这整个趋势 你讲如果划线的话 那个斜率 大概不太会改变 不太会改变 好那我们看 那如果说 我刚才是那个扩厂的他们扩厂计划 我们把它画成图的话 各位看 感觉你会感觉 突然扩厂这么多 突然扩厂那么多 会不会需 会不会需求 功过于求你看 不会 不会 再过来可能就 可能就超过 因为这个关键可能就是 电动车 原料不够 电动车成长的速度 远高于 大家的想象 而且各位讲 这个是 就是官方的扩厂 就说我要扩厂多少个 GWH 那重点是 你厂商扩厂下去 你真的有本事拿到这么多铝矿跟骨矿 这是理想状态 对对对 想要这样 对所以 各位要知道这个逻辑吧 这很重要 就是说 但是我一定要有这个计划 不然你看我后面跟不上 因为这个蓝色是什么 蓝色是那个 是总预估量 总需求的预估 所以 到2026可能就追过去了 因为我们讲说 这个原物料的东西有时候它会有一个 采矿有时候会有 自然灾 有时候又罢工什么的 对又罢工然后 万一又有什么病新的病毒出来 那个又没办法采矿 所以这个是有变数的 但是 你即使在计划之内你都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动力电子的需求 有复合增长率 是这么高 是 大概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看 全市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 因为接下来就 一个逻辑从 最大的view 慢慢慢慢推倒 到最后我们要 帮投资人来 理解 那我们这个投资方向要怎么拟 那我们就要来看 动力电子装机的市占率到底是谁 谁比较领先 那我们看这个丙图 但 这个冠军的就是领德时代 24% 那这个目前为止 松下还 还算很多 这是当下 这是 这是等于说应该讲 这个 这个资料应该是去年的 2020跟2021的 那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也还有一个很大 这叫 韩国 韩国 好 那这个就 三个就已经占掉那么多 好 那我们心里就有谱 等一下我们在挑标的的时候 至 至少说这个你就要关注 他有没有 这三件嘛 有没有纳在标的里面 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看 刚刚那个是全球 那我们如果看 中国大陆的话 光说中国大陆 哇 这个叫什么 这个已经占了半壁江山 就好像 整个中国市场的这个 这个我们讲说这个 这个唱片市场 大概就像那个 我们台湾那个 周杰伦 周杰伦就已经 揽阔中国的半壁江山 就好像 这个好像 周杰伦 已经不是三分天下了 这个就等于说好像 这个动力电池的周杰伦意思一样 所以你看嘛 林德时代 比亚迪 LG 中航理电 这是前市民 前市民 加起来就已经 大概八成了 对 当然这个 这个现在也积极 积极扩厂 这个是大陆的 这个是大陆的 这个也有 所以 国圈高科也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 知道说 那你如果把这里大陆的这个 属于大陆的厂商也加进去 其实整个大陆占比 就已经 很可怕 所以他全世界的占比 所以老师我先帮观众朋友 问一个问题 所以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 中概股的 投资其实很危险 但是在 电池这一块 显然 你是避不掉 对 我觉得 所谓的一般来讲 中概股危险 他是 整看 以总经的角度去看整个市场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规模这么大 他4000档股票不是所有的板块都 都不好嘛 就不能一杆子打 对不能 他有很多板块其实还是属于高速成长 高速成长 尤其能源车在中国 其实就是中国 当然当然 所以我们 我们刚看完全球 那我们又看完中国大陆的这个 市占率 的状况以后 那我们挑标的后面 这个还是 我今天要谈的主要是ETF 因为个股的话 风险太大 波动风险太大 各位暂时还是这个 因为其实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我们都不知道最后 谁入死 对你不知道最后 会长 你看 早期我记得100多年前美国的汽车 汽车厂 大概 几十家 那最后真正能生存的只有 不到五家 现在一只手指都存了 但是你如果是投资ETF就没问题 他会 他直接帮你剔除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全球跟大陆的这个占比 那另外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 非常 在 新能源 或是电动车 或是除能装置 你绝对没办法避开的 他非常重要市场 因为 这个图 我要跟各位讲解一下 为什么讲说中国大陆在 未来在世界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你要投资 你不能说 我主观意识 中国的我就不要 但是不要 不要你就等于全部都没有 不要意识心态 对不能 你看 所有跟 电动车 还有铃电池 能够用到的重要金属 主要提炼 跟加工的技术 各位看这个黄色的 不用我自己讲 先比大小 光这个 这个是研究 这不是我讲 这是专业研究机构讲 你看这个 铜 大陆铜 虽然不是全世界产最多的 但是你要讲提炼 加工的技术 还有规模 不好意思 你离不开它 四成 对离不开它 另外链 像我们知道印尼缠很多链 但是 但是印尼它 你可以提炼那个 高程度的链吗 技术很不够 技术不够 所以你这个提炼跟加工技术 还有规模 一样 中国大陆 一样占的大概 一样 菇 大陆的菇也没有缠很多啊 不是龟兔赛跑那个菇 这个菇 在那个非洲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叫 钢国共和国 他最多 但是 他没办法提炼 他没那个技术 所以你踩完以后 这个是现在 全世界会把那个菇矿 还是 运到中国 而且我 之前有看到新闻 中国其实很早就进入这些国家里面 真的真的没有错 他们 我们刚提了很多有很多公司他已经有取得 这些 这些当地就是 重要矿商的这个股权 等于说他可能 有的是占不到5成 但是有的占超过5成 那你看 这很重要 这是菇 这个是鲤 你看鲤 不得了 也是大概5成多 对啊 虽然 矿可能是从你这边出来的 但是你还是要运到中国提炼嘛 那这个就更不用讲了 这个叫稀土 这个叫稀土 稀土大概都比较知道 几乎是中国南瓜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所有的电动车 像稀土 你那个电动车马达要用到啊 很多啊 发动 所以 你看所有整个电动车 新能源车里面 所有用到重要金属 跟中国都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就告诉我们一个投资的方向 那很清楚 那接下来当然 我不可免述 当然要给各位 这个就是我常提的 那为什么 提这个 因为 你看这个LIT其实他挂牌很久 11年 蛮有历史的 其实他当初成立了他就非常有远见 他已经看到 电动车的未来 11年前 电动车还只是一个概念而已 对但是他已经看到这些 事情 而且他 他也是一样定期他会帮你 review以后再 再做微调的这个标的 那而且他每年配息 半年配 好那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讲这一档很重要 因为你看 第一档占比最大是什么 这是全世界 就是最上游 由采矿开始到 到这个这个 第一次的出加工 这是全世界供应 这个 这个这个就是这个 对这个 里矿 他最大的这个 这个厂商 所以这个在美国 这是美国厂商 那第二个当然这个 这个有A开头 这个都是大陆 那如果说刚一开始我们主持人阿格力有跟各位讲说你看Tesla业绩好到翻岁 还是很强 如果你对Tesla本身 那是要个人偏好 如果你对Tesla很有兴趣的没关系这一档 也帮你 第三大持股 对帮你拉进去了 那其他更不用讲了什么干风里叶啦 Samsung 这个灵德时代 这个就是灵德时代嘛 松下 LG都有 韩国LG 它是整个国际化 所以你这一档的标的就很重要 等于说你如果这个刚好是你这样听过去符合 这个你的这个胃口的话 那这一档你就要列入口袋名单 那这个是过去他最近的过去一年的走势 刚好 现在我们谈这个主题是刚好 你如果在这个地方谈 刚好套牢 对投资人不利嘛 但是我们讲说我们长期趋势 但是我们一定每个月不是每周不是每天 每个月定期定额慢慢存股的话 刚好跌下来刚刚好啊 而且这个位置其实算是过去一个均值 对 所以这个我们提出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 因为我们刚 讲了很多 这个从最上面的这个 这个逻辑一路 一路跟各位推倒下来 你绝对离不开中国 不管是最上游的这个 这个矿啊最下游的这个电动车的生产 他们都是最大的 对他们都是最大 那你看所以这个 这个是在香港挂牌 香港挂牌ETF 那他成立两年了 成立两年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内容物到底 是不是符合你的胃口 你看 这个不用讲 这个 这个零德时代 中国市占第一的 对这个刚才也有 你现在看电视的时候 你再给他 快展回去 前面有一个 我们那个丙图上面也有个异能 老师说他正在快速成长中 对快速成长 因为他产能也是 开发的速度很快 因为他 他也有掌握 铃矿 上游铃矿 那比亚迪这是电动车生产最大 太有名了 对那干风铃业 这个也是上游 所以刚刚讲说 怕 铃矿缺乏 怕缺电动 所谓的电池 其实这个 光这 四家 就把你包起来 你就不用怕 这是 中国 那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是属于 智能驾驶有关系的 贵车技术 对 这个是复合材料 当然跟这个 轻量化的这个 这个材料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看 这档股票也是可以让你掌握很多 我们讲 因为中国 不管是提炼重要的金属 或是规模 都是世界领先的嘛 我们刚看到 不管铜 链 骨 对 所以你这种 这档ETL那就 变得很重要 那 那这个是最近走势 也刚好 最近有回档 老师我有注意到最近电池股在国际上其实是走回档一个现象 这对于看这些投资人来说就是一个好的机会 其实 我看他回档 我会越看越兴奋 跌破 起来跌破记性 你涨越多 我就越害怕 因为你买不到便宜 因为我们只要确认一点说只要你的长线趋势 趋势是没有改变 那我们刚刚也提过嘛 那可能是5年10年的长趋势 所以你就不用害怕 那另外 另外国内我们看国内那有的人 有的人比较不习惯 国外标的他也不熟可能他也不习惯投资国外标的 他想说他会有问说 国内有没有的 国内有 或者是海外开户可能麻烦 对他有的嫌麻烦 或者说 手续费上的比较 那当然你们自己去比较 我是没有比较 因为有交易成本每个人有时候会有落差 那这个是国内的 这国内就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ETF 因为我们刚 从一开始谈谈到这么多 大部分都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都在谈 实体的 硬体的东西 硬体嘛 造车嘛还有材料 电池嘛 但是这一档的比较特别 我一定要把它纳进 这个 大家的这个口袋名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就是另外一种 他 不强调硬体 因为我们知道 像 市场上 专业人我们常提 像那个Tesla也曾经提 他 他可能未来五年到十年所谓到进入到自动驾驶的时候 是用软体来定义 电动车 硬体反而没那么重要 那这一档 这一档国泰全球智能电动车呢 他就是 他就是跟这个 这个软体比较相对有关系 为什么 那当 等一下后面还有一位 很厉害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朋友 帮你分析重要半导体公司 那你看这个就是 这个 NVIDIA 那Tesla Tesla自己也有 也有 他自己有那个专门 研发就是设计program 所以这个东西就比较偏向软体 所以你看 像这个是晶片 Infinity N字符 N字符 晶片 很多 所以这个就比较 但是他也有硬体 不是没有像这个全球最大这个锂电池上游 材料供应这个也是纳在里面只是比重没那么高 所以这个跟 前面两档的ETF 不一样就是前面着重的硬体 那这一档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 应用端的 应用端的软体 因为你可能10年以后 当满街都是电动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不稀奇了 那时候真正大focus 市场focus会 进入到所谓自动驾驶 你自动化的功能越来越多 晶片就要越来越强 对那这就要很多用到半导体 主要是 这档基金特别的地方 那另外 这个富邦未来汽车 也比较类似 代号在这个地方 这是说国内 国内的 这国内的 那我们来看 他也比较跟上一档 比较偏向软体 因为都是晶片 因为 你要 很多软体设计一定要用到晶片 你看台积电 NVIDIA 当然他有TESLA 那这个 AMD 那只不过说他持股前三档他特别集中 就超过50% 那这个东西 就你自己衡量 如果说 如果说你 你认为TESLA本益比 比较 高 你认为投资这个ETF可能风险比较大 那你就投资 刚才讲的那一档 因为他比重就没那么好 如果是喜欢最近垃圾盘的 就这档 对所以各有优劣点 就你自己去看内容你就知道要怎么选 那基本 他基本 配备也是都有啦 这种重要的公司 这个重要公司都还是有 传统车厂 通用福特也有包含 对 所以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想法不一樣 因为他强调 这名字告诉你说 我是未来车 那很重要 就不一定着用在硬体 那当然还有其他这种 专门投资国内标的 国内挂牌标的 比如说有很多 像统一发的这个ETF 还有元大 还有中信 中信绿能电动车 还有永峰 那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表是元大电动车主要的持股 那他就针对国内的标的 那有的人喜欢国内的 那你也可以 就是你不用去选股 他就帮你选好 你看这个台达电 最近也是表现 最近 表现 蛮强势的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面板 其实他们转型转得很快 因为群庄跟友达 其实他汽车面板的比重已经 已经高到 等于说他几乎那个电视跟MV的已经比重 一直降降降 他现在已经 他在车用部分已经 几乎 对几乎快要黄金交叉 所以各位 所以这个会被他纳入所谓的电动车 因为老师现在电动车大家都在比说谁的荧幕 还要 比较大 因为以后不只 因为以后不只用一个 以后可能要三个四个 现在负驾都有 主控台一定要有 驾驶 负驾 另外我们主控台前面他旁边还有一个 那另外可能以后的座位每个座位后面都还有一个 那可能是娱乐用 所以他面板用量很大 那当然这是工业电 这个跟你的汽车的智能驾驶是有关系 所以他一系列是这样 所以整个来看 我们从 一开头 从为什么电动车趋势他不只 只有一两年 为什么原因从头开始 这个逻辑推导帮各位带到现在 也带到这个 你的口袋名单 但这口袋名单 也不是说 你马上就是 show hand 把它重压 不是这样 就是说 时机等待也是很重要 或是说你用比较定期定额的方式 那我们今天提供了很多ETF 有国外的 有国内的 那你就自己去 看你的喜好是怎么样 好那谢谢冯老师帮大家带来这么精彩的解析 所以我们说 今天的专论真的是 看到 真的是赚到 在其他的平台 看不到这样深度的内容 那冯老师刚刚也有提醒大家 因为 其实这些海外 持股的ETF有一个特性是这个股价的波动 相对来说他是比较大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如果一次all in 刚好买在 例如说去年第3季的这个高点 你就会得不偿失 所以定期定额 显然还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方式 因为他的波动度大 所以你如果all in 可能会有单车的危险 好那 谈完了这个 锂电池 电动车 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焦点放为晶片 因为 未来的这个 车用啊 一定是跟晶片少不了关系的 你看现在电动车 除了可以远端遥控以外 那自动停车这个更不用讲了 那我最近看到很多电动车厂 其实也开始 去强调他的CPU跟GPU 所以未来这个就是一台大型的移动的电脑 你在车上可以 打电动 那可以娱乐 什么东西都可以去做 晶片 值得大家 去做关注啦 那 跟晶片有关系的 其实在第3代半导体也是电动车 所带动的一个题材啦 例如说这个碳化系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碳化系在未来几年的 这个复合成长率 也都是好几十%以上的啦 那国外这个WARPSPEED 是碳化系的领导厂商 现在国外 的分析师已经把目标价 从125美元 调到 160 这个是 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 评价提升 评价是 到加码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为什么要加码他呢 因为 电动车就是我们刚刚提的这个 就不再多说啦 重点是WARPSPEED 他有很高品质的 细晶圆可以提升制造 大尺寸晶片的良率 因为大家应该如果你有研究第3代半导体就知道说 这个良率的突破比起过去一二代 这些半导体他的难度 上是比较高的 所以相关的公司为什么 像国内的家晶和雷 可以 本益比这么高 其实就跟未来 的这个商机有关啦 因为 未来 他还180亿的产品线 所以WARPSPEED 如果你有在投资 海外股票的就可以多加 的去留意啦 那 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了 这就是为什么晶片这么重要 电动车让每辆车的晶片含量提升一倍 那你如果自动驾驶再增一倍 而且刚刚 我们有提到未来就要打电动 其实现在已经有了 Model X 在美国这个特斯拉 后座的小朋友都在打电动 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娱乐功能确实提升了这个 晶片的需求 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时候大家听这个 觉得有点抽象 你为什么电动车上要放那么多娱乐 有一个关键之一是 因为你充电需要时间 大家懂我意思吗 你以前去加油站加油 可能三文件五文件就走 现在去充 充电你还不一定 你还要先排队 排队可能排半小时 那排完之后如果你 充电 至少要四五二十分钟 如果你要充满那就要更久 你看动车半小时到一小时 所以车上的娱乐设备 为什么 日显的这么重要呢 就是跟 未来这个 用车的习惯有关 所以晶片 确实是未来该去关注 好 所以谈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来请教我们 很久没来 海豚 因为海豚 最近在 外面比较红 那如果你想要多跟他接触 可以加入他会员 会比较容易接触得到 像我就没有加入他会员 就很久才看到 也是他 也没有很久啦 其实就中间一个礼拜休息而已 所以今天海豚很久没来 我就给他一个大任务 这一题 让你好好的解答 好吧 那其实今天主要讲的是细晶圆的部分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台积电 还是国外的 这个厂商 三星 还是日本那边 还是美国 还是欧洲 建商都是记得在扩这个晶圆厂的部分 那所以呢 大家记得 上上礼拜 就是上次我来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什么 有大家讲这个中砂 再生晶圆的部分 需求会非常大 那 其实你会想再生晶圆需求大 那相关的细晶圆需求是变大 所以 因为用这个主席来跟大家介绍的国内 西晶圆跟半导体产业目前的一些现况 但在这个之前 还是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大家可能比较关心这个 解一下盘势 对可能比较 需要观察一下这个盘势 因为虽然说最近 这个 是很厉害啦 不过我相信大家都看的指数很厉害 可是 我手上股票怎么都在往另 我有看我自己的巡股清单 就是 涨的都是涨这种去年没什么动的 对 基本上去年年底没什么 一整年没什么动股票 你通常不会有 对然后其实大家刚 阿格里有讲个重点 还记得吗 其实之前我有讲过 就今年其实要是 2022年要注意什么 就是去年很惨的股票 因为 去年那些很惨股票 其实对今年来讲 都是 低基期 所以其实最近看到什么 像之前我可能有聊过的什么 进棚啊 或者是一些 相关PCB厂 最近其实都有 动起来 大家可以留意 那回来指数看一下 指数呢 我是觉得大线不用担心啦 因为 从技术面来讲 海灯之前常常讲嘛 说这边做头至少等一下 至少要两个月 不是两个礼拜嘛 至少要两个礼拜才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大的修正期 那现在其实只是 今天只是开高走低 你说真的要 要做头的话 可能也需要 在至少等两个礼拜之后才有机会做出一个小型头部 才会 符合这个反转的条件 对 但是大家也知道 最近就是 垃圾盘 最近 垃圾盘 垃圾拉到大家想要骂脏话 而且把台积电的涨幅如果扣掉的话 基本上大盘是跌的 对是跌的 而且说真的前面两天 比如说不要算今天 前面两天 都是涨了 而且台积电大涨 指数都上涨 可是涨跌加速呢是怎样 是跌加速远大于涨加速 所以会知道说 其实像那天我就看新闻 新闻就写说 台股上18,500 然后股民笑呵呵口袋满满 我说屁啦 这就是从涨跌的加速看起来 这完全是有这个感觉嘛 然后另外就是什么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为什么最近 中小型股会这么惨 不能说惨啦 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弱 其实如果两个礼拜前 大家有看的话 其实海春就跟大家讲说 其实 GOTC走出了一个上升屑型的形态 那大家不要看到上升就觉得很开心 觉得是 是个多头格局 不是 上升屑型是一个 比较偏空的一个形态 因为他这个 代表说他一直不断的假突破 一直不断的假突破 或一直不断的假突破 然后再来说 推动后续的延续力 力道是不够的 因为正常有突破之后 通常不会跌回来 那所以这个 上升线就代表说 持续的追加力道是持续的在减弱 所以当通常这个形态在 两种状况会完成 而且进入修整 第一种就是突破之后跌回形态 甚至破线 那第二种就是没有突破 然后直接破线 那现在看起来走的是我跟他说的第一种 先突破之后 可是呢今天是跌破形态 收盘 收盘是已经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了 所以呢 我觉得大家接下来可能 持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 有赚就跑吗 也差不多 因为其实最近我的 操作策略也偏得比较积极点 就是有状况就跑 比如说我的持股 昨天涨停了 结果 凯基台北在里面 今天开盘不要拐先丢再说 凯基台北如果 比较不熟朋友就知道他是 格日冲的大户 通常被他买的股票隔天有时候就会 一路就往下走 跟这个美龄一样 不过他们这种策略不能 你不要觉得他每次都赔钱 因为他们就是有时候 做到一波大的的时候 他们基本上都可以把那些赔得 抵掉 所以也不要说觉得说 格日冲都是赔钱的 只是说他们的策略比较讨厌的 也会 影响到我们这些做波段的人 那当这边跌破之后 其实如果真的要回撤起涨点的话 大概就是在这边 其实在这边是起涨 大概就是220 所以这样子算下来 204到220超多是 89% 这其实蛮重 其实蛮重 因为其实有时候指数跌了89% 个股可能 个股可能30-40% 可能都会有 所以我就觉得说 接下来大家可能风险要注意一下 因为毕竟最近真的很难搞 那再来就是看这个 海澄之前都有说过 黄金交代之后怎么样 要积极做多 要努力做多 可是这一次 大家有感觉到 那种氛围吗 好像没有 族群群都一天两天 像今天是礼拜三 星期一涨MOSFI 隔天 好像就是续涨力道就没了 昨天涨被动元件 今天好像又没了 好烦喔 今天 今天涨 今天涨红海集团 我们来看看明天红海集团会怎么样 去年第四季 其实大家 越而越不喜欢 反正玩股票 就是因为这样轮动实在是快到难想象 真的是很麻烦 所以说变成说这边黄金交叉 海春其实是 有一度把资金要充 就资金使用率充破50% 好不容易可以拉高 可是问题是 所有盘面变化慢慢又降下来 到今天剩下只要10%资金在里面 那这个部分大家就 要好好留意啦 那当然说如果大家会看些什么 腾落指标 你会发现说最近就是 看到指数往上走 可是腾落指标是 是巨齿杖的往下 就代表说其实这个 打给拍坦 就打给拍坦 而且重点是 去年第四季 跟去年 前年第四季到去年的年初 台积电跟台积电相关的供应店是一起涨的 那个叫做有族群性 可是这一次就只有台积电一个 然后说 新闻血嘛 一个人的武林 因为设备场很多还趴在地上 也不是说没涨 因为上礼拜那个 那个半导体涨 基本上他们是有动一下 可是问题是像这边 包含我之前讲的中砂 也是最近也是开始转弱 所以我觉得说 以盘式来讲 我觉得最近操作上大家可能就是要 风景意识要稍微提高一点 要留意一下 好接下来这个台积电 就是这个一个人的武林 就给他掌就好 那今天虽然说开高走低 不过我觉得就看一下后续的表现状况 那接下来就要进入今天的主题 我们要看一下接下来今年 整个半导体的展望 那刚刚像前面那个冯老师有讲到这个电动车 在这个半导体上的造成的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那其实不只是车用 包含5G 5G还包含像通讯 5G基地台 这一块其实需求也都是非常大 因为大家手上其实还没有全换5G 对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完全换 而且今年的5G手机 渗透力也会提升 那大家也要知道 虽然说今年的手机的展望普遍不好 可是呢因为4G转5G 所以相关的晶圆的使用的量 剑上是比 之前呢是高出 像这边有写 比4G高出70% 所以高出的幅度其实非常好 即使量少 但是 相对来说使用的单位量是变多的 另外就是HPC的高出运算的部分 那高出运算其实不只在 车用 像是这个伺服器 资料中心也会应用到 以及为了大家在炒的元宇宙 元宇宙也会 那这一块呢 其实大家就是持续关注 那另外就说 这个HPC 应该说是相关像车用的部分 其实像那个什么 PMIC 那个 电源管理 电源管理IC 然后还有像NCU 车用NCU的部分 需求量使用会大 所以这 这些部分呢 都让 半导体需求是大 那这边5G需求量 也是比4G高 刚刚有讲到 那应用方面就是 自驾车 这用应用 是最大的 那资料中心 还有接下来年复合成长率 也是不低的 89%以上的这个伺服器 所以基本上这个大概 大概这个看一下半导体产业的展望 大家也知道说 接下来的主要的 闪业趋势是在哪里 那另外就是说这个 高速运算 其实是整个里面成长 年复合成长率是最高的 来到26.38 26很高 而且是2025年 是2025年 因为就相关的嘛 像自驾车 伺服器 自驾中心 元宇宙 好像这些东西 对这个的需求的 量都是 非常大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 刚才有提到 基本上 全球有29座的新的晶原厂 现在在新建 然后到2020几年 然后会变成像130几座嘛 好像不知道过了2025 2026 好像会变成170座 那量又大于29 那 中国台湾就有各有8座嘛 所以你就想在这些 晶原厂 持续的增加 那个代工系晶原厂 持续增加 相关的上游 像刚刚风老师讲 相关的上游厂商 这个原料要顾吧 对不对 像你说 你要做车用的晶片 你要做5G晶片 你要做高速运算 伺服器 这家中心 你没有巩固你的 上游的料源 你要怎么做对不对 那所以在2020年到2025年半导体 就是8%的年复合成长率 这个不用讲了 这个新闻应该也报过很多次了 那再来就是 车用半导体 就是16.4 也是非常的高 那其实车用本身的年成长率很高 也是超过20%的 那再来就是 这个就比较 这张图就比较重要 可能已经有人看过 有在看一些报告就会看到这一张 这张是那个全球第2大军船 那个日本的盛高 他就预估2022年到2026年的年复合成长率是 8.4% 这也是蛮强劲的 那这张图上跟大家讲一下 前面就是大概是历史 我们就看 专注在右上角这一块 那 这个5.3%呢 是 用这个 就是 平均购买率跟着 GTB去试算 去推估到未来的 吸金源的需求 需求大概是年复的成长率是5.3% 但是上高他自己预估 这一台红线的部分 将跟客户相关的订单去做推测之后 其实 年复的成长率其实是高于8.4% 更高的 所以呢是比 原本的计算 过去这种计算的方式 是更多 而且是逐年怎样 逐年扩大 所以就造成说 其实 接下来相关区均的需求 其实上 是非常 不止有真无减而且这个速度 远超乎大家想象 对远超乎大家想象 那后面这个柱体就是大概大家的产能 所以发现这产能界上也是有一个相当大的差距 所以呢相关于矽晶圆这个后续的 超级循环 真的不是很假的 那张图就留给大家去做参考 那再来就是说这也是新闻的部分 其实之前就有 新闻就有提到 10月初的时候就说 矽晶圆狂潮在一起 超级循环周期要来了 其实他那个说的不是假的 因为像有些人会觉得说 先那个什么 什么什么插碳啊 什么什么东西的那个只要上他们的封面 这个行情大概就要结束了 但其实他这个说的是真的 因为超级循环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12月2号 到现在其实矽晶圆这一路 长得还蛮凶的 其实他是11月起长 他这个出的时候刚好就在整理了 那整理到现在也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了 那所以最近形态也不错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那但这里面就有提到说 2022年起 矽晶圆攻击加剧 为什么 其实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到了今年 应该是去年说说明年 那对今年2022年 今年开始其实大部分的矽晶圆 其实并没有新增太多的产能 因为他们跟 晶圆弹弓厂一样 他们要盖一个厂 除了设备要进驻 一些订单 就是盖厂 其实都需要花时间 所以即便是最快的 落成好像也是在 今年的下半年 就盖一个厂 动成好几年 好几年 就只好盖个一两年 一直要到 这边要写 就是后面 后面有张图有写 就是说今年 供给 供需是吃紧的 那 去年供需吃紧 那2022年起 开始会供不应求 而且缺口会扩大 讲到这样子 缺口扩大 你会想到一个产业 ABF载版 ABF过去 跟这种感觉有点像 对 然后 整体来说 大概到2025年开始 供需会再次 逐渐平衡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 它应用领域 这个图就是大概参考一下 那像SoC GPU 其实大概是应用在12吋 然后NCU大概就 比如说在车用部分 就8吋跟12吋 那记忆体 12吋 电源管理是8吋跟12吋 满车动摆器也是8吋跟12吋 那基本上都会看到什么 12吋 12吋 比例蛮高的 每个都很高嘛 然后大家也知道 之前台积电不是涨价吗 然后8吋涨得比12吋还要多 那为什么 他就是要把8吋的 赶到12吋 赶到先进制程去 原来是有这样的策略 对有这样的策略 那包含像各级的 也有要去做升级 所以他们都开始采用12吋的晶圆 所以12吋晶圆的相当需求量 又会比8吋的更持久 那这应用领域就不用讲了 大概都是接下来的主要的 主要的趋势 那目前整个信息院市场 就是前五大 跟刚刚电池有点像 这个前五大就占了大概80% 比刚刚的电池更恐怖 好多 那第一是那个 第一大是日本的信越 大概是2829 那第二大是刚刚有讲到的胜高 大概是2526 那第三是我们台湾的环球晶 大概是17到19% 然后第四就是他准备要去病的那个试创 大概是10% 所以大家就说 矽晶圆病试创大概有机会 作恶望一 就大概会 拿到2728%的施展 就有机会 所以这三加其实就三强点力了 几乎就三强点力 只是说 这个等一下谈到那个 环球晶 谈到环球晶 现在我们再讲 那目前的扩厂的现况 其实目前大部分采用所谓去瓶颈化的方式增加产能 但增加有限 什么叫去瓶颈化的方式 去瓶颈化 这个要解释可能花点时间 翻译举肉 对 翻译举肉 我们就大概 我们就大概讲一下这个相关的状况就好 那等于说 去瓶颈颈化之后 大概呢 今年顶多也增加大概10%左右的一个产 所以基本上对于接下来的缺口帮助是不大的 那其实只要到明年 才开始有机会 部分厂开始开始量产 那甚至要等到2024年 那我刚才有出道 要整个要 开始有逐渐出现平衡的状况 可能要等到2025年之后 所以呢在 新产能有限的状况下 未来 两到三年 细经元会转为卖方市场 其实跟去年一堆涨价概念 我是很像的嘛 以前都是 买家要你砍 要你降价你就降 现在都是 就是你不给我 你不给我砸家 我不卖给你 你拿钱来不一定买得到嘛 那市场有预估 这个很重要 2022年 整个新产能的营收年增 是营收不是存益 我先讲清楚 有机会来到80%的高层站 80%很高 因为我看了 因为就是上礼拜不是 延价吗 我就把 各家 各家那个 券商法 研究报告 对今年2022年的那个报告 都看了一遍 我实在看了头点云 然后就看到一张表 上面就把各个产业的年增率 近年的预估营收年增率 而且看到 矽晶圆80% 这个看起来就是 需求的没有涨到80% 但是就海伦刚讲 因为涨价的关系 所以这营收 会比 需求的这个涨幅 还要更高 好 那我们就来看 再来 这个 台湾的就是台湾主要 矽晶圆厂的 比较 那我就用词的方式 这个 第一家环球金 第二个台胜科 跟这个 合金 有人会说 你把中美金放哪里 中美金是 环球金的母公司 干脆就并在一起看 其实算是同一家 而且中美金基本上现在 说它是矽晶圆厂 不如说它是控股公司 所以我觉得说 跟环球金一起看就好了 那 其实目前的产能状况 其实有列在大家上面 那 刚才我跟大家讲到 12寸的状况是怎样 基本上是接下来 紧缺的状况是比较严重 所以目前 台胜科 他跟那个 日本的那个 我们那个第二大的胜高 他是跟台塑 他们两个台塑的子公司 他12寸的产能 占了70%左右 那其实是 就是说他在这一 接下来的 整个 攻击 紧俏的状况 其实上受惠的 占比 对公司的占比是最大的 那 很可惜 合金是只有 1% 最少 最少 几乎没有 不过也不能说他不好 因为他是 只有这边写了 重餐细菌员 那重餐细菌员基本上在应用在车用部分 是比较多的 那 我之前看那个报告印象都是大概是占了50%左右 所以基本上 合金相关在车用部分 其实可能是可以把列在一起来做观察的 那大家市占率的部分 环球菌大概17% 我有说那个市创大概占了10% 所以加起来大概27 顺利并的话是27% 那 只是他是要留意 就目前那个防总装案是还没通过 那当然说最近有一些 风 吹过来说那个是蛮乐观的 那我们就乐观其成 那 相关的是 部分还有这个就是约的问题 这就很重要 因为大家说涨价到底谁会受惠最多 对像长约大部分就是一年1000 那一年1000你中间涨乱七八糟你都没有办法受惠 那是像之前我们在讲海运的时候也有讲到 所以基本上环球菌他是长约大于70% 所以 他在这一块 还是会受惠 因为最近刚好要 要再换约 所以说换约就是大概是涨10到28 基本上今年还是有 有机会 有一波成长 如果病了四创的话 基本上他的整个产能提升 实战提升 就有机会再 更进一步的成长 那据说是 一月中 会有 会有消息出来 会发布 会公告 那这我们就观察 那 台胜科呢 他的8吋是长约 不过他8吋产能比较少就还好 那个占比比较少就还好 那12吋是以季报价 以季报价就比较偏短约了 所以他反映的是比较贴近现货架的 那合金呢 他鉴上 他也是 也是 那个85%是半年一约 那他有些部分也是以季约 所以他也是有机会 也比较有机会 以那个 比较贴近这个现货报价去做 成长 所以看起来 好像 各有优劣 那环球金的重点就是什么 试创 并道有没有并程 那台胜科呢 就是接下来也没有 以季为报价 后续有没有办法再涨价 那合金呢 那也是一样 就看后续有没有办法再涨价 还有他车用相关的应用 那另外 还是要提醒一下 因为其实 所以现在台胜科跟合金 因为以目前的 财测来看 目前他们本益比都稍微有偏高的状态 虽然说目前的股价 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下跌 或者是 转弱 不过还是要留意一下目前本益比偏高 那这个不能先提供给大家 大家要去做注意 但是如果说 假设 运气 也不知道说好还是不好 假设不小心跌下来了 搞不好是 可以留意一下后续的一个走势 那当然说他们的亮点 这刚刚就有提到了 提到 那就是 更共同的亮点就是 有机会陆续因为这个 中级紧俏的关系 持续的提高这个价格 然后再来我们就看线图了 捷换牛肌呢 最近算是有走出一个W底 然后这边其实在印象中 去年好像三月吧 有点久了 那时候我记得有一集我跟阿信一起在讲这个 W底的问题 那还是有跟大家讲过 看到W底呢 我喜欢说等它突破之后 回来整理 然后亮有缩下来 我再去打算去做介入 那这部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形态的部分 那基本上环球晶我有开桌线图来看 趋势还是 偏多的 就是说最近比较偏向 整理的一个状态 那再来就是合金 合金其实这边 整理的算很好 以强 强势整理的 就是这边起涨之后 然后这边一个整理区间 那简单来说目前的月线界上你扣在上面 然后实现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短线呢如果 跟海豚比较熟的人应该就知道海豚有看东西叫做布林通道 所以它布林通道界上现在已经是进入一个压缩状态 那压缩海豚常讲 压缩后面就是什么 弹簧会释放 释放就是后面会有机会出现去做攻击 那只是呢就是可能要有需要一些催化剂来助攻啦 那所以呢这边当然就是简单讲就是 这边这个整理区间不要破 就是可以维持后续的一些准备 发动的一个机会 那最后是台胜科啦 台胜科这一波真的是里面最凶的 就十二顺售位真的很大 因为你看看 合金 这一波涨很多对不对 他大概也是60几涨到90 其实已经涨很多了 大概就涨了30 40%有了 可是台胜科 他在同个时间点起涨这边才多少 一百八然后涨到这边 三百两三百一 涨超过百分之五十 对所以他真的在12是这一块 所以我之后真的能够涨价 我觉得 像我一般在操作还是会以 指标股最强势的股票去做观察 那只是要留意 最近这个 稍微有点弱势啦 不过今天收盘是没有跌破这个关键的大量低点 那如果有跌破的话 不妨就先退出观望 看有没有机会 季线来 找个机会再来减便宜 那这部分就听给大家去做观察 好那我们谢谢海豚 在细菌源上帮我们带来非常详尽的解析 刚海豚那张图包含的环球晶 台胜科以及这个核心 我觉得这张图非常重要 里面列出了各家的这个优劣点 比方说 谁长约比较重 例如说环球晶 那有一些呢 像台胜科是12寸 是以季度为报价 所以呢这提供了大家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当你看到 报纸新闻说最近12寸 细菌源要涨价 你就可以根据这个表去找出 对谁啊这个 加权比重的贡献度 是最高的那自然就能抓到 比较大一波涨幅就像 刚海豚讲了嘛 这个台胜科之前为什么长那么凶 其实就跟12寸 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那细菌源确实 阿格丽自己也有在观察 手上也有一些细菌源的股票 确实这一波 涨得蛮凶的 那业绩确实是有支撑 今年 成长性也还在啦 好那今天的节目相信大家收获都非常多 我们以电动车为主题 那切入了算电池 的需求 那讲解了 电池其实不只是电动车 还有除能方面的应用 甚至除能未来的需求 会高于电动车 这个也不一定 那冯老师也分享了 不管是国外的 还是海内的ETF 那里面成分股的拆解 就能让你了解到 如果你是想要投资 比较原料的公司 那像这个外国的 电池相关的ETF 是比较好的 那你如果是想要掌握 应用端的 例如说这个00893 00895国泰 智能车 富邦未来车 这个在应用端 他们里面晶片公司含量比重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 大家就可以根据 自己的逻辑了 我想要电动车背半导体 那我就选择国内的 但我想要选择除能的话 我就可以往海外市场去看 那最后海图呢 就带来一个很精彩的 半导体的解析 跟你说为什么 矽晶圆在 今年可能会有公布 硬球的状态 好那 那相信今天节目大家收获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我们节目以往 就一直都是用产业 财报 基本技术面 帮大家做全盘的解析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样优质的内容的话 别忘了上 Facebook跟YouTube订阅 投资最给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